好,又是PlayLab的時間 PlayLab本身是做很多東西的 不只是做高達那麼簡單 我們回頭看看這個 這一盒是LEGO 其實小編都挺喜歡LEGO 簡單介紹一下 這一盒其實就是近期LEGO 一件很highlight的商品 其實LEGO近期出了很多東西 例如鋼琴 有Mario的灰機加電視機的Box Set 然後有龍魚頭的火車 但那些產品很多都未回到香港 或者是未出的 而這一盒本身是在6月推出的 就是叫做Ducati Panico V4R的電單車 這個電單車就是我 一個做LEGO的朋友搶回來的 開波第一水是賣光了 是等了很久很久很久 加上是肺炎的關係 是影響到整個那個 所以變了要等很久才能回到這一盒的LEGO 這個賣價就不算很貴 大約是470多元左右 我覺得是值得入手的LEGO 因為它也挺漂亮 而且不算太貴 而且它是Technics系列 我簡單講一下這架電單車 這架電單車 叫Cathy不用說 如果你認識電單車的 就知道它是意大利的名牌 電單車跑車的代表 那這一架叫Panico V4R 就本身是在Moto GD 或者是世界電單車賽道 是在跑的一架 一架漂亮的車 但這架車特別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賽例的規定 就是說引擎的容量 就不能超過1000cc 所以這架車是經過特地的改造 它的引擎的容積量 是說的是98cc 是剛剛好 剛剛好 符合到這個賽例的要求 而特別的地方 就不單止這一樣 就是這架車 你是可以在街上買到的 港幣大約賣50多萬左右 是一架在市面上 你能夠買到最快的電單車 而這架車的馬力 大約是221匹 如果你沒有經過任何改裝的話 它本身是提供到221匹的馬力 而這架這麼小的電單車 就是它221匹馬力 給你一個數字 正常Honda Fit 或者Jazz的那些小型車 就是香港最多人開的那一架 那一架車仔 那一架這樣的車仔 說的是大約120多 或130多匹馬力 或者是Toyota的Piris 那一架混能車 都是說這些 arrange around 所以 一架這麼輕的車 其實有200多匹馬力 這架車很好便宜 我們先開箱 第一代的零件 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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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哇 這個 車輪 正 車輪 還有 還有水貼 是不是水貼呢 不是喔 是貼紙喔 Lego user-friendly 高達經常送我的水貼 都不知道 很麻煩喔 不是不知道這麼貼的 對 接著看看 還有 好 放在這裡 可以看看 有這個 說明書 兩張貼紙 對 接著 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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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接著 1 2 3 4 5 6 對了 大家看到了 就這麼多東西 唉 不要說這麼多了 開來砌一下 對 可不可以 また 車輪 零件 超 人 約 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砌了兩晚的時間終於砌好了這部Ducati的電單車 我可以看看 再看看正面 右手邊 車頭 車尾 尼帶 回看這個系統 這個傳動系統 本身這個是零波 零波 你轉輪的話 其實這邊是不會動的 因為它卡死了 不過這邊的齒輪就會照樣動 但是神奇的地方是什麼呢 神奇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把這個推下去做一波的話 首先這邊會動 你看到齒輪就在動 然後這邊你也會看到它是動的 但是傳動系統是怎樣的呢 我們再看看就是 如果我們把那個波棍撥回去零波 這樣 我在這邊示範的話再做多一次零波 理論上這邊也是會動的 但是在這個電單車的傳動系統裡面 它中間有兩個齒輪 其中有一個橙色的大齒輪 就已經撥到另一個方位了 根據這個棒棒的動作 就撥到另一個位 所以也都是調節了那個傳動系統 讓它兩個齒輪 就是一個橙色的大齒輪 和一個灰色的小齒輪 它們不會接觸 也是因為它們不會接觸的話 所以它們在這邊的這個齒輪 就不會有一個動動的狀態 你看看就是這樣 同樣道理 如果你把這個波調上來這裡 二波的話 你移動後 其實它是會動的 你也看到它的理帶是會動的 我們再看看這一邊 也是照舊會動的 因為這一邊 其實你無論怎樣動也好 這三個齒輪 它怎樣都會轉動的 它是不會受這個波棍 或者那個傳動系統的腳掣影響的 在設計方面 雖然LEGO想得很周到 其實它用這些齒輪 技術上經常會用的一個系統 跟著它這些的橡筋帶 組裝的時候會很小心 因為它只是跟兩條橡筋帶而已 雖然LEGO有時候會更多些零件給你 但是你不見了這個橡筋帶的話 也挺麻煩的 另外值得一看的就是這個車輪 我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如果你按下去的話 其實你會感覺到它是一個大系統 為什麼?因為它這個是一個避震系統 跟電單車 跟真正的電單車是一樣的 同樣地 我們看看在這一邊的喉輪 它也有一條橡 有一條彈弓的避震軸 不過就想死了 有一個輪子 所以你按下去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地 你會感覺到那個輪子會 它都有避震的效果 但是沒有那麼強烈 如果你看看的話 因為這個輪子上死了 其實它沒有那麼容易 周圍移動 周圍轉 但是這個輪子 因為它沒有一個軸 沒有一樣東西去扣著它 其實你這樣聽 推一推 它就會轉得很快 也很飄 還有可以再看 就是這個電單車的車頭 我不知道有沒有砌錯了 你轉右 然後轉回來中間和左 其實它是會被前的鬼面罩扣著 剛剛好的 這個設計有一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放一輪車 在你的桌子或者層設架上面 因為你會扣著這個扣 你扣著這個扣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放一個左中右 你可以固定一個方位 固定一個方位 就沒有那麼容易飄 也沒有那麼容易跌了 就是那輛車 因為這個架其實是有些問題的 你問我吧 它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這個架 我們看一下這裡 正常來說 這個架是會有一個 你砌開就知道 它就會有這個十字軸 有一個扣可以扣著 但是我們看回 在這輛電單車裡 其實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我盡量止住 在這裡 因為這輛車是黑色的 這個位 它其實有個洞可以扣著 它有個洞可以扣著 它有個洞可以扣著 我扣一次給你看 就是 這樣 扣著 就這樣扣著 那怎麼辦呢 我反轉 放回車下去 就是這樣的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如果你扣不到那個洞 那輛車就很容易扣下來 我想這個是LEGO設計最大的擺筆 就是這個LEGO來說 我現在打回 放回車子 給你看看 究竟的狀況是怎樣的 你就會看到 例如這些 腳掣 鋁帶 它這些扣 鬼面罩 還有 然後 車頭的這個 這支控制軸 等等等等 400件是非常值得買的 漂亮的 那 找不找到呢 可能你會在LEGO的Discovery Store 就是尖沙咀那裡找到 又或者你去玩具反抖 那裡應該都有的 但是沒有的話 就可能你要等一下 因為 LEGO近來翻貨都慢了 有時候 新貨都還未到 下次我們再看個其他LEGO 那今天休息一下 拜拜 好